欢迎来到风火轮技术团队 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在Linux开发版上添加SPI节点 请跟随我们的步伐,一起来了解SPI的世界 UE2X1是一款由深圳风火轮科技推出的X86架构单版电脑 可运行全功能版的Windows和Linux 具备低成本、高性能的特点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SPI是什么 SPI是一种常见的通信协议 用于在电子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SPI接口有四个主要线路 时钟线CLK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线MOSI 输出线MISO和骗选线CS SPI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它有四种工作模式 不同的SPI设备可能支持不同的模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Linux系统中 如何添加SPI节点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并安装一些基本的编译工具 在下载工具前先更新原列表 随后下载LipCursus Dev, FlexBison, LipsoDev等工具 根据查询到的版本,我们选择下载6.5.0的内核圆码 接着我们需要进入圆码目录来更新配置 随后进入图形界面,打开SPI设备驱动支持 点击Device Drivers 选择SPI Support 找到User Mode SPI Device Driver Support 按空格选中,M变成星号 最后保存即可 更新驱动后,我们修改配置文件 在命令模式下使用以上命令跳转到该行 上下滑动,我们在11504行找到了该配置行 将引号内的内容删除 同样删除Revocation的内容 最后,输入以上命令保存并退出 接下来配置内核,编译内核以及安装内核 其中编译内核花的时间较长,请耐心等待 更新启动参数后重启系统 完成内核编译和安装后 我们还需要注入FPASL Code 来确保SPI设备能够被正确识别 这涉及到下载特定的工具 修改脚本权限 执行脚本已注入ASL代码 并重启系统 最后,我们需要验证一下 系统是否在Dev下创建了SPI节点 输入以上命令 我们能够看到类似于Dev Speed of 1.1的设备文件 这说明SPI节点添加成功 好了,以上就是Linux开发版上添加SPI节点的全部步骤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